鬼魂传说 在这个世界上 究竟有没有鬼魂呢 对于这一点 一直是人类无法解开的谜团 恐怕在这一点上 只有一种人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 那就是死人 可是啊 死人是永远不会开口说话的 尽管人类的科技 已经达到了十分牛逼的境地 可是呢 依旧无法解释 人死之后 究竟会去往哪一个世界 或者说 人死之后 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存在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说 人在临死之前 会感到十分的爽快 当然 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 我只是笑而不语 因为我感觉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经病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不多说废话了 那么现在 话不多说 直奔正题 我记得有一件事 让我终身难忘 每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 那件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时的历历在目 我有一个朋友 我一般称呼他为老猪 老猪今年六十多岁了 可是呢 他长得却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脸上呢 也布满了皱纹 人们都说他显得很老 当然 在这一点上 老猪也感到无比的苦恼 怎么自己看起来 就像八十多岁老人呢 记得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他的老婆死在床上 死亡原因 是心脏病突发 老婆死去那一刻 老猪无比的伤心 整天以泪洗面 后来一段时间 老猪的身影 好像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大约过了不到一年 老猪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而这个时候 他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精神也一下子变得抖擞起来 讲起话来 也是身材奕奕 老猪告诉我们 他每天晚上做梦的时候 老婆的灵魂都会来到他的身边 不仅如此 他竟然能够和鬼魂对话 听到他这话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半信半疑的表情 因为我们知道 死人是永远不会再开口说话的 这如果一个大活人 能够和鬼魂沟通的话 那么只能说明一点 这个人离死不远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故事而已 这天傍晚 确切地说 是一个安静的傍晚 我独自在家中看着电视 突然之间 一阵紧急地敲门声传来 打开门 我惊讶无比地看到 竟然是老猪 他走进来之后 毫不客气 直接坐在沙发上 这个时候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老猪呢 连忙摆摆手 可以看得出来 他似乎显得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接下来的时间 他和我说起了 这一年之内 自己所经历的那些事 自从他老婆死去以后 老猪整天一泪洗面 同步欲生 可是呢 就在一年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老猪每天晚上 都能听到一种 悠悠地哭泣之声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以为是一种错觉 可是随着那种声音 变得越来越剧烈 终于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 老猪的视线 变得模糊起来 就在那短暂的一瞬间中 他却惊讶地看到 自己老婆的灵魂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 站在他的面前 那一刻 老猪欲哭无泪 可是他内心 却出现了一丝 莫名的恐慌 自己怎么能够看到 死人的魂魄呢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老猪试探性地 说了几句话 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他老婆的灵魂 竟然能够听得懂 从此以后 每天晚上 老猪都要和他老婆的魂魄 说上那么几句话 他的老婆告诉他 自己在那边无依无靠 十分的孤独 想让老猪来陪他 当然 听到老婆那句话 老猪吓得 直接就昏迷过去了 因为这老猪呢 一直胆子很小 不过 就在一年的时间内 老猪对这件事情 已经习以为常了 就在老猪 说到这里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 他并不像是 开玩笑一样 因为他的脸上 始终保持着 一种严肃的表情 他今天晚上的脸色 显得有些苍白 就像没有了任何血色一样 我总感觉怪怪的 而这个时候 老猪看着我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知道 人死之后 是什么样子吗 我 我缓缓地摇头 对于这一点呢 我怎么可能知道 人死之后的事件呢 这时候 老猪又看着我 又几句说道 人死之后 会十分地舒服 灵魂会去往另一个空间 而且在临死那一刻 全身都会传来一种 无比舒适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 听到他这句话 我感觉很想笑 可是却找不出笑点 究竟在哪里 我甚至感觉到了一丝 诡异的色彩 颤杂在了其中 而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 老猪再次说道 我要走了 虽然我很舍不得你 可是 我的时间到了 再次听到他这句话 我猛地一下子 愣在那里 什么意思 老猪要走 要去哪里啊 然而 接下来的一秒 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老猪一下子 从沙发上站起来 不仅如此 就在我难以相信的眼神中 我惊讶无比地发现 他的整个身体 在瞬间之中 发生了爆裂 无尽的血液 飞溅到我的脸上 看到这一幕 我吓得大叫一声 同时呢 只感觉自己眼前一黑 脑袋一沉 下一秒 我直接昏死在地上 可是就在昏迷的那一刻 也就在我大脑意识 还没有完全丧失的前一刻 我清晰地听到老猪的声音 传到我的耳中 死去的感觉 真的好爽 我快要生病了 砰的一声 再也承受不住心中那恐惧的感觉 我彻彻底底地 浑死了过去了 没人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当我再一次从昏迷中 苏醒过来的时候 却惊讶无比地看到 老猪就这样静静地站在我的身边 可以看得出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看到这一幕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可能刚才是我出现的一种幻觉吧 竟然是虚惊异常 而这个时候 在我难以相信的眼神中 我慢慢地从沙发中站了起来 可是我的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 慢慢地飘到了半空之中 不仅如此 老猪也飘到了半空之中 我感觉十分地不可思议 脸上呢 也出现那种又惊又喜的表情 然而 看到这一幕 老猪呵呵地笑了笑 随后 只听见他一字一顿地说道 人死后的感觉 的确很爽吧 接下来为你讲的故事是 琵琶鬼 先从源头说起 我们这边 一直流传一个 自古流传下到至今的事 很久以前 有一个地主之王 他特别厉害 精通各种法术 无所不能 他手下有一个人 想谋算他的位置 有一天 那人带着酒 找到地主之王一起喝酒 喝着喝着 那人就问地主 听说 你会法术 无所不能 是不是真的呀 是不是骗人的呀 地主说 我怎么可能骗人 只是 我没有别人口中那么厉害 那人又说 我出一个题 如果你做到了 我把我 这个家的财产 一半送给你 地主问 那你说来看看 什么事 他说 可以用你的灵魂 出窍去云游三天吗 你的身体 我会帮你守着 等你回来 我会遵守我的诺言 把我一半的家财给你 如果你做不到 你就算了吧 这地主啊 当时就答应了 说道 这事很简单 好吧 那我现在 就用灵魂 出去走走 你帮我 好好地看着我的身体 这地主说着呢 找一个地方 就坐下来打坐 不一会儿 他的灵魂就出去了 地主的灵魂 出去了 第一天晚上 那个人呢 就偷偷地 把地主的身体 装麻袋出去烧了 等地主的灵魂回来 发现自己的身体 不再被烧了 他也不知道 要附体在哪里 没有了自己的身体 他七天之后 就会生死的 他也不知道 要附在哪里 他走着走着 经过竹林 泪倒 就附在了 竹竿的结筒里 然后呢 他就在这竹筒里面 回想那个人 应该啊 早就有害他之心了 绝对不可能放过他 一定要找到他 地主饿了 附在牛身上 吸一些牛血 等找到他 害他的人呢 地主就附在他身上 本想一次性 吸干他的 可地主担心 以后啊 还会有这样的 卑鄙小人 地主呢 就附在这 害他人的身上 回去找地主家的家事 这地主呢 就教他的家人 一个咒语 人可以有两个灵魂咒 一个灵魂 可以在身体里 一个灵魂 可以去附他人的身 只能附在坏人身上 不能附在好人身上 如果附在好人身上 你将会被发现追打 地主呢 把事情交代好了以后 就从害他的人身上 出来了 没有把害他的人 给吸干 只是放了他 到了这第七天 地主的灵魂 就消散了 家事的人 不服害地主的人 就用灵魂 去附在害地主人的身上 把他全身给吸干了 至今呢 这地主家事的人 是越来越多 他们有些人呢 不管好人坏人 都服的 害人致死也有 所以我们这边 称他们为琵琶鬼 我们镇上 就有四个村庄 是地主子孙的后代 我今天呢 给你们讲讲 我亲眼所见的 琵琶鬼附身的事吧 我十七岁那年呢 我看见我亲伯伯 被琵琶鬼附身 我伯伯呢 老婆早就去世了 他耳朵有点不好 一个人在山沟里 搭了一个工棚 养鸡养猪 过着一个人的小生活 那天 好像有一个人 经过他工棚那里 去找他呀 淘点水喝 当时我伯伯 在编竹篮 那人叫了好几遍 我伯伯都没有搭理他 我伯伯耳朵不好 然后那人就走了 来淘水那人 有两个灵魂 等我伯伯回家的时候 琵琶鬼就跟回来 浮在他身上了 上楼一进门 一句话没有说 就直接走到电视前 对着家人 一句话也没有 就坐了下来 大声地叫着家里人 有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 都赶紧给我坐过来 我肚子饿了 我姨妈 是和我伯伯不和的 我姨妈就说 这饭菜 不是在桌子上啊 自己不会来吃啊 我伯伯就起身 看着桌上的菜 一脚 就把桌子给踢翻了 这饭菜散落一地 然后走回去坐在原地 说呀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做客 你们就让我吃这些 肉都没有 赶紧去菜市场买肉 给我做吃的 这时候 全家人都知道 我伯伯 被鬼伤神了 我叔一个人陪着我伯伯 我姨妈跑去隔壁叫老人 我表姐和和他弟 去菜市场买肉 当时呢 我也只是经过他们家 听到他们家里好吵 才上去看看的 我上去的时候 看见有好多人都在 我伯伯 被四五个老人抓着 在他身上摸 这琵琶鬼附身 专业的老人 他们是可以摸出来的 琵琶鬼在人身上 有棋子一般大小 会移动的 老人就说 他在这里 你到底想干嘛 要不要出他的身 这琵琶鬼就说呀 我来他家做客 我午饭都还没吃呢 他们不是去菜市场买肉了吗 怎么还没有坐来给我吃啊 要吃饭前 先拿酒来给我喝酒 这老人们就坐在我伯伯的旁边 他们叫我叔拿酒过来给他 我叔呢 就拿着矿泉水瓶子装的白酒 还是满着呢 起码有一斤吧 递给我伯伯 我伯伯一接着就打开瓶盖 直接丢了出去 然后呢 把酒一口气喝完了 我的天哪 六十多度的 自己烧的酒 竟然一整瓶喝完都没事 他就和老人们聊起来 等我伯伯淘水喝的事 还说出啊 他是哪里的叫什么 他说 我要吃完饭才走 一会儿呢 我姨妈把饭菜 给他送了过来了 他吃好喝好 叫人让路 说要走了 老人们问 真的要走了吗 他说真的 真的要走了 给我长路 我伯伯就起身 跑了出去 在开门那里 就倒了下去了 老人们去扶起来 问啊 没事吧 现在可好 他说 没有啊 没事了 老人们叫亲人们 去把我伯伯的这面前 问 这个都是谁啊 叫什么名啊 他愣了好一会儿 什么也没有说 老人们又摸摸我脖子的身体 我伯伯呢 又叫了起来 人家问 你为什么还不走 想干什么呀 打死你得了 他说 求求你们 不要打我 我还想啊 和他家要点见面礼 老人就问 想要什么呀 他说 两只母鸡 老人让我姨呢 去拿两只母鸡来 把它们绑在一起 接着呢 挂在脖子上 这鸡拿来挂在我伯伯的脖子上 老人问 还想要什么呀 他就说呀 不要了 老人问 这次走不走啊 他说 走走走 有一个老人呢 拔起长刀 在开门处 划了三条线 这次我伯伯呀 起身 这脖子上 还挂着两只鸡 就跑了出去了 有三个老人 拿着竹竿 追着打出去 我没有跟着去 等了好一会儿 老人才把我伯伯 给扶了回来了 我伯伯回来 脱下衣服裤子 全身都被打得肿了 清完了 问他疼不疼啊 他说不疼 老人又叫亲人 去给他面前问了几次 他都回答出来了 老人就说 没事了 都可以散了 后来我也走了 现在时代呢 不断变化 很少听说 琵琶鬼上身这种事了 现在他们 自己都不想承认自己有了 那现在 如果出现在他们面前 放出灵魂 去附在别人身上 那他呢 可能成为微信朋友圈的 大明星了 姥姥的绣花鞋 在姥姥家 有一双粉红色的绣花鞋 姥姥每次在没人的时候 喜欢拿出来 坐在院子的梧桐树下 静静地看着 颤巽微微的布满皱纹的手 轻轻地抚摸着 我们作为小辈的 看到这么一双绣花鞋 都觉得稀奇 经常在四合院内 欢快地跑着 围着姥姥的身边 要姥姥跟我们说说 绣花鞋的故事 姥姥呢 总是慈祥地看着我们 和蔼地笑着 但从不提绣花鞋的事情 似乎这双绣花鞋 是姥姥心中的宝贝 绣花鞋的故事 只需要姥姥一个人知道 有天晚上 我坐在桌边 和父亲一起吃饭 好奇地向父母 问起了绣花鞋的事 父母也只是慈祥地看着我 用手指疼爱地 点着我的小脑袋说道 那是姥姥的宝贝 你这个小鬼头 乖乖地吃饭吧 那我呢 嘟着愤怒的小嘴巴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 心想到 哼 你们都不让我知道 我就自己偷偷地 拿着绣花鞋藏起来 想到这个主意后 我就得意地进入了卧室 关上灯 躺在床上 假装睡觉 等父母睡熟之后 我呢 就捏手捏脚地 推开木制的房门 随着 吱压 一声 就离开了屋内了 刚离开门 没走几步 天空中一道闪电 照亮了黑夜 随之而来的 是滚滚的惊雷 妄想被闪电笼罩的四合院 看起来阴森森的 灰亮的四合院 此刻像一只张大的嘴巴的怪物 等待着我进到它的肚子里 天空的乌云聚集着磅礴大雨 似乎随时准备掉落下来 我萎缩着身子 打算回到身后 只有几步远的家里 忽然 远处传来 叮 叮 叮 铃声 我心惊胆战的 向远处看去 在街口的柳树旁 一辆自行车 飞快的从我身边穿过 看着空荡荡的自行车 胸口 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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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跳着 心都快到跳到嗓子眼了 我就急忙转头 向家里跑去 砰的一声 撞到了刚刚消失的自行车上 叮 把我的目光给吸了过去 这车上呢 坐着一个黑色的男人 光着膀子 素装的手 在不断地按着铃铛 只是 他没有头 无头的男人 冷不定地伸出一只手 诡异地向我抓了过来 似乎呢 想要把我的头 装到他的脖子上 我拼命地 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声音里的恐惧 点亮了街坊邻居的灯 大人们呢 慌慌张张地 披着衣服跑了出来 抱起了早已昏倒的我 哎呀 你们两口子 太不懂事了 这鬼节的 也敢让自己的孩子 在这大半夜 跑出去嘛 姥姥呢 责怪地看向我的父母 顺势着 不时伸手抚摸着我的头 过了一会儿 嘴里焦急地重复着 虎儿啊 快点回来吧 父母听着姥姥的责备 脸上呢 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他们侧身坐在床边 跟着姥姥 一起帮我叫魂 那我呢 则好奇他们的奇怪举动 看着脸色苍白的自己 正紧紧地闭着眼 躺在床上 我尝试着进入自己的身体 但总是被无头的男人给抓起 挣扎着出不去 这姥姥似乎感觉到了我 勾搂着身子 用浑浊的眼睛颤抖地说道 虎儿啊 你要是回来了 就快点起床吧 这床边的姥姥 突兀地说出这句话后 爸爸妈妈呢 心急如焚地抓着我的手 跟着姥姥一起喊 妈 你怎么知道虎儿已经回来了 这孩子可急死我们了 爸爸急切地看着姥姥说 不时地在旁边喊着我的名字 哎呀 我都是半只脚踏入黄土的人了 刚刚喊的时候 感觉到虎儿已经回来了 只是呢 他一直醒不过来 可能啊 是被撞着的脏东西给困住了 姥姥说完呢 喘了口气 接着说道 哎呀 这事儿 我以前也遇到过 哎呀 只要满足了撞着脏东西的心愿 夜里把贡品祭拜给他 就没事了 妈 您说这个脏东西的心愿 我们怎么知道啊 这妈妈呀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今天晚上我们带上纸钱 带上支大公鸡 等虎儿出事的地方呢 插上三炷香 到时候等大公鸡叫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了 我们呢 把纸钱当面烧给他 他拿了我们的钱 自然会跟我们说出 他剩下想要的 只要满足了他的想法呀 就不会为难活儿了 姥姥说完以后 让爸爸妈妈把东西准备好 我看着爸爸妈妈推着车子离开了家 姥姥坐在床边 仍在那轻轻地呼唤我 这一刻 姥姥的脸上 又多了几道皱纹 似乎一瞬间老了许多 我想靠近姥姥一些 身后的梧桐男人使劲地抓着我 不让我离开他身边半步 到了夜里 四合院的门外 点着三炷香 姥姥和爸爸妈妈在紧张地等待着 在三只香快烧到一半的时候 一阵阴风 吹散了香上燃尽的香灰 大公鸡杨着头 在香的周围 像一个将军一般巡视着 突然 那大公鸡叫着 姥姥呢 颤巍巍的双手 拿出一打纸钱 向天空洒去 边洒钱 边说道 哎呀 大仙莫怪 小孩子不懂事 我替他还赔罪来了 爸爸妈妈呢 在旁边拿着纸钱 放在火盆里烧着 嘴里呢 也跟着姥姥一起说着 无头的男人 渐渐地显出了身形 将刚刚烧好的纸钱 接连不断地装进了口袋 姥姥看到无头的男人后 和颜悦色地说道 大仙呢 放过我的孙儿吧 只要你想要的 我这条老命都可以给你 无头的男人呢 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来的声音 空灵地说道 多烧些纸钱给我 再烧一辆车 姥姥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无头男顿了顿 接着说 我还要一颗人头 父母听到后 吓得跌坐在地上 悲痛欲绝地看着无头男 姥姥听到最后一个心愿 似乎想了很久 又似乎在一瞬间 双目在这一刻 闪着神采 坚定地说道 没问题 明晚我们都给你准备上 再次随着鸡叫声响起 无头男慢慢地消失在原地 姥姥那一宿没睡 脸色呢 反而比以前更红润了 爸爸妈妈想扶他进屋 他摆了摆手 挺着了腰板 自己走进了四合院 爸爸妈妈心慌意乱地 在床边看着我 无助地流着眼泪 奶奶自从进了四合院 再也没有出来过 只是吩咐人们 用纸 扎好车 看着时间滴答滴答地走着 很快到了晚上 爸爸妈妈将纸钱准备得很充足 人头和轿车也是棺材铺老板献扎的 随着熊熊的烈火 这些东西都划成了灰剑了 了去了无头男的心愿 第二天清晨 门外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 温暖的阳光从窗外 洒到我的脸上 我无精打采地看着床边熟睡的父母 他们的脸上的眷容 让我心里愧疚万分 我想到了姥姥 支撑着身体准备下床 却听到木门 吱压的一声 姥姥穿着粉红色的绣花鞋 走了进来 她慈祥地看着我 亲切地跟我说 活儿啊 姥姥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你呢 要乖乖地听话 说完以后 姥姥微笑着 就离开了屋内了 绣花鞋是姥姥的宝贝 姥姥一直舍不得穿的 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邀请了爸爸妈妈 跟他们说刚才的姥姥 居然穿上了粉红色的绣花鞋 爸爸妈妈听到以后 嚎啕大哭 他们心急如焚地赶到姥姥的房间 姥姥脚上穿着一双粉红色的绣花鞋 一身干净的布衣 脸上挂着微笑 离开了 我不知道姥姥为什么走得这么突然 似乎姥姥知道自己即将离去 临走之前穿上了喜爱的绣花鞋 但是总觉得跟我撞鬼的事情有关的 之后听爸爸妈妈说 粉红色的绣花鞋是姥爷送给姥姥的 从姥爷去世以后 姥姥总是一个人拿着绣花鞋 坐在梧桐树下 一坐就是十几年 姥姥交代我们说过 她去世以后 要帮她穿上粉红色的绣花鞋 我懵懵懂懂地听着 看着姥姥穿着粉红色的绣花鞋 真的很好看 老宅鬼影 夹着交按走进教室 我又看到教室中央空着的那个座位 印象中 刘晓晓出了成绩差点 还算得上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可不知怎么了 最近她已经连续旷课三天了 作为班主任 我拨通了她妈妈的电话 彩玲想了很久 终于通了 没想到接电话的 正是刘晓晓 我说道 晓晓啊 我是张老师 你怎么不来上课呀 刘晓晓说道 张老师 我以后可能都不去学校了 什么 我一正 这个调皮的孩子 晓晓啊 怎么了 为什么不来学校了呀 同学们都很想你呢 停顿了很久 刘晓晓一直没有回话 我有些生气了 说道 晓晓 你妈在哪呢 你把手机给她 老师呢 要和她说话 刘晓晓还是不回话 我看了看手机 分明是接通的 我又把她贴到了耳边 好久 刘晓晓终于开口了 张老师 妈妈睡着了 她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好了 不和你聊了 总之 最近我不能去学校了 小 我还来不及把话说完 刘晓晓已经挂断了电话了 傍晚下班后 我骑车来到了碧水山庄 这是名副其实的妇人天堂 每处房子 动辄就得上百万 刘晓晓的妈妈 我们见过几年 她曾是一个模特 怀上刘晓晓那年 她忍痛割爱 退出了自己心爱的T形台 刘晓晓的父亲 我没有见过 据说是一位大老板 名下几家大公司 因为生意忙 长期在外奔波 一年呢 也难得回来几次 我暗响了门铃 今天来开门的是个中年男子 不是先前那个小保姆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 问道 你是谁 我笑了笑 自我介绍说 你好 我是晓晓的班主任 刘晓晓同学 已经三天没去上课了 所以 我的话没说完 她就冷冷地说 对不起 你找错地方了 我这儿没有刘晓晓 我呢很奇怪 退回来四下核对了一遍 确定自己没错后 再次按响了门铃 不好意思 请问这是刘老板家吧 我问道 刘老板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前两天刚搬进来 中年男子说着 又把门关上了 搬走了吗 难道小小不来上课 可是我转念一想 又觉得事出蹊跷 不对啊 如果搬走了 至少也应该说一声的 刘晓晓的学籍还留在学校呢 出了避水山庄 我又拨了刘晓晓妈妈的电话 可是这次 电话里的语音提示是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第二天中午 我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 学生王大明鬼鬼祟祟的走了进来 他见四下没人 就小声地说 张老师 你昨天去找刘晓晓了吧 他们搬家了 我知道他住在哪 说着呢 王大明凑近我的耳边 说了一个地方 我心里啊 咯噔了一下 整整坐了一个下午的思想斗争 我才决定 去刘晓晓的新家里 穿过了一条阴森森的弄堂 我来到了一座老宅前 这里我非常熟悉 三年前 也就是大学毕业那年 我和我的朋友在这里住过 可是呢 不过一个月 我们就搬走了 踏着咯吱咯吱直响的楼板 我来到楼顶 轻轻地敲响了门 这时 从里面传来一声 谁啊 晓晓 是我 我是张老师 我呢 不停地环视四周 心里啊 揪得紧紧的 门开了 是刘晓晓给我开的门 我跟着他走进屋子 屋内凌乱不堪 好像啊 很久没有收拾过了 我就问他 晓晓 你们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是爸爸让我们 搬到这里来的 刘晓晓 撅着嘴巴说道 你爸爸回来了 他人呢 我好奇地问道 又走了 爸爸说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很久很久才能回来 临走时 他给了我好多钱 让我好好照顾妈妈 那你妈呢 刘晓晓伸出一个手指 指了指屋里 徐声道 妈妈在屋里睡觉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我有些纳闷了 透过虚眼的门缝 只见那张木质的双人床上 躺着一个人 脸色惨白 一只胳膊搭在床檐上 还在书页 我走进去看了看 紧不住问道 你妈妈得了什么病 我不知道 妈妈被车撞了 爸爸说 她要好好睡一觉 醒来就好了 刘晓晓说着 认真地检查 其书页管来 张老师 医生说住夜的时候 要有人看着才行 我要照顾妈妈 所以就不能去学校了 我的心里一颤 脑海里面闪过一个 不祥的念头 刘晓晓的妈妈 不是生病 芭城呢 是一个植物人了 我忍住了 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 帮着刘晓晓 向屋内的东西 收拾拖挡了 又给她做了一顿 丰盛的晚餐 这才起身告辞 临走时 我将自己的电话号码 留给了晓晓 吩咐 吩咐她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下楼的时候 我脑中一片空白 与迎面上楼的一个人 撞了一个满怀 黑漆漆的 我当即就叫了起 鬼 鬼 她拉住我的手 说道 别怕 别怕 我是房东 说着呢 她扯亮楼道的灯 我看清楚了 真的是房东 她说 你是上来看这 母子俩的吧 哎呀 真可怜 那女人做了 十几年的情人 现在这样了 男的竟然一狠心 连孩子都不要了 我那惊魂未定 紧紧地揪住她的衣领 气愤地说道 那 那你还把楼上那间屋子租给他们 这天呢 我走进教室 没想到刘晓晓来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心情特别好 课讲得非常顺利 下课以后 我单独喊刘晓晓 来到我的身边 问她 妈妈还好吗 怎么今天她可以来学校了 刘晓晓显得异常的兴奋 说道 张老师 你不知道 这两天呢 我家来了一个婆婆 她以前呢 就在我家住 嗯 她一直挂念着 所以常会回来看看 她还说啊 会帮我 好好照顾妈妈的 我经不住她劝 所以呢 就来了学校了 婆婆 我心里一沉 什么样的一个婆婆 嗯 就是那个穿着红袍的婆婆呀 扎着一个发际 她人很好的 我不禁拉了一声 刘晓晓看我惊讶的表情 问我怎么了 我定了定神说 晓晓 傍晚放学后 老师和你一起去看妈妈 走进老宅 一阵阴风袭来 我打了个冷战 刘晓晓背着书包 蹭蹭蹭地跑上楼 还没进门 她就扯亮嗓子喊了起来 婆婆 婆婆 我回来了 张老师来看妈妈了 可是推门进去 屋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也没有 我看了看桌上冒着热气的饭菜 心里不免一阵毛骨悚然 第二天放学以后 我悄悄悄地跟着刘晓晓回了家 远远地透过门缝 我分明看到一个穿着红袍的婆婆 正在给刘晓晓的妈妈把脉 就在她回头的一煞呢 我又不忧地啊的一声喊了出来 这时门忽然自己开了 我刚想把腿溜开 婆婆发话了 张老师 你进来吧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去 只见刘晓晓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我使劲摇了摇 她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婆婆飘飘地走了过来 我护住了刘晓晓惊失措地问她 你别过来 你到底是人是鬼 婆婆呢非常慈祥地说道 你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晓晓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我是来帮她的 说着 她还给我说起了一段心酸的往事 这早些年 婆婆曾经是一名医院的有名的大夫 可是她呢 生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儿子吃喝嫖赌 耗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就在婆婆退休那年 儿子一下冒领她的全部的养老金 挥霍一空 婆婆失望至极 这才穿了结婚时的红袍 在自己屋里悬梁了 此后呢 她常会回来看看 并一次次地将屋内住着的人给吓走 直到遇到了刘晓晓 我惊恐万分地看着她 白善笑为先 我要是有晓晓这么一个孩子呀 就好了 婆婆婆变了口气 继续说 张老师 不好意思 以前吓着了你 麻烦你转告小小 我要走了 她妈呀 明天就会醒过来了 让她记得 以后 一定要好好笑声 妈妈 张老师 你怎么了 你躺在我家门口干嘛呀 突然呢 有人重重地摇着我的胳膊 我缓缓地睁开眼睛 只见刘晓晓 正好气地盯着我 我睁了一下 回头朝屋内看去 问道 婆婆 你看到婆婆没有 没有啊 刘晓晓惊讶地说着 张老师 我妈妈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醒来呀 我真的好想去上学呀 快了 快了 明天就好了 我呢 神情木染 喃喃地硬着 脑中又是一阵眩晕 第二天 阳光明媚 微风轻浮 我骑着车去学校 刚进大门 耳边传了一个声音 张老师 你的话真灵 我妈妈今天一大早就醒过来了 我回过头去 只见刘晓晓 正笑呵呵地向我跑来 背后是她的妈妈 微笑地站着 一脸的灿烂 接下来为你讲的故事是 出租屋的声音 促促搬出了宿舍 和男友李义鹤 在校外不远处租了房子 房子很便宜 水电俱全 只不过这家具有些陈酒 促促倒是没多想 和男友欢天喜地地搬建了房子 这一天 促促特意请来 舍友们一起聚一聚 闺蜜瑞雪羡慕地看着促促 促促 你现在行啊 这房子这么便宜就租下了 促促呢 得意地一笑 这都归功于 赫呀 如果不是她 我哪能找到这么好的房子呀 李义鹤目光有些躲闪 勉强地笑了笑 这当天晚上 促促和李义鹤 就住在自己房子里 床单被照已经换过了 都是他们的 有了自己的小窝 促促却怎么也睡不着 翻来覆去的 难受极了 倒是李义鹤一天忙碌以后 早就睡熟了 滴答 滴答 隐隐约约 促促好像听见厨房的滴水声 或许是水龙头没拧紧 促促安慰自己 可是连她自己都不信 为什么白天好好的 到了晚上 就成了这样呢 可促促 从小就胆子小 根本不敢去看的 还我命来 这一晚 促促睡得极其不安稳 一会儿感觉 有人在她耳边吹气 一会儿感觉 有人在说话 促促 你怎么了 李义鹤 看着促促顶着两个黑眼圈 关心地问道 你昨晚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怪异的声音呢 促促无暇 估计这些 忙问道 嗯 没有啊 李义鹤愈发不解地看着促促 哦 这一天 促促上课都极其无力 感觉头脑浑沉沉的 可到了午休时间 回到出租屋 却怎么也睡不着 赫 你帮我请下假 促促头脑发唱 她迷迷糊糊地 给李义鹤打电话 滴答 滴答 这个时候 那恐怖的滴水声又出现了 而这次促促听得真真切切 那真的是 会吗 白天不会出现吧 促促勉强支起身子 去了厨房 吓 吓了一跳 促促看到厨房的水龙头 确实在滴水 把它拧紧了 滴水声就消失了 还我命来 这背后 似乎有人悠悠地叫着 啊 促促惊叫一声 混了过去了 促促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他躺在卧室的床上 他不是在厨房昏过去了吗 厨房又传来声音 是谁 促促拿起床头辟邪的剪刀 捏手捏脚地靠近厨房 一个熟悉的背影 正在炒菜 忽然他扭过头来 促促 你醒了呀 你拿剪刀干嘛呀 促促慌忙地把剪刀放到了身后 没 开死 是易达呀 他怎么可能拿着剪刀 出现在他的面前呢 那快去坐着 我给你炒了几个好菜 黎一鹤温柔地看着他 哦 好 粗粗淡淡地硬着 头也不疼了 哦 吃饭了 黎一鹤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粥过来 不要喝粥 旁边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声音 啊 粗粗尖叫着打翻了周 你最近怎么了 李一鹤有些生气地看着他 没 没什么 粗粗慌张地低下头 却错过李一鹤眼中一闪而过的懊恼 粗粗眼睛看着四周 却发现室内多了好多郁金香 怎么这么多郁金香 啊 我来的时候经过花店 顺便给你买了几树 李一鹤重新看向他 神情有些缓和 躺在床上 粗粗接过李一鹤每天给他煮的牛奶 一饮而尽 这天粗粗再次失眠 李一鹤照就睡得很熟 黄粗粗 还我命来 啊 是谁 谁在说话 粗粗呢 忙起身 李一鹤 李一鹤 啊 怎么了 李一鹤迷迷糊糊地问道 有人在说话 见李一鹤醒了 粗粗 就想抓住了救命稻草 哪有啊 你听错了吧 李一鹤 李一鹤仔细聆听了一会儿 周围非常的寂静 李一鹤又睡着了 王粗粗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但李一鹤睡下 恐怖的声音 恐怖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房间中显得极为的土 这房间有鬼 粗粗脑海中爆出这样一个念头 他装作听不见的样子 裹紧被子假装睡着 可是那声音 却在耳旁挥之不去 粗粗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呀 怎么又这么重的黑眼圈啊 第二天 粗粗是被李一鹤叫醒的 李一鹤递给粗粗一面镜子 粗粗接过镜子 他失手摔碎了镜子 他尖叫的不是自己的黑眼圈 而是在角落里 竟然缩着一个人 白衣黑发 而且他好像没有脸 恐怖极了 和你看角落里有人 粗粗慌忙地拽着李一鹤的衣角 可奇怪的是 李一鹤却什么也没看到 哪有啊 粗粗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因为在教室 他开始出现幻觉 甚至打伤了一位同学 老师让他好好在家休息 粗粗开始变得精神不振 每天都说自己能看到鬼 他疯了 他疯了 他被送到了疯人院 曾经漂亮的脸 已经看不出人样 李一鹤顺理成章地 和粗粗分了手 这天 出租屋里 粗粗的闺蜜瑞雪 和李一鹤 竟然坐在了一起 你行啊 一鹤 每天给他的牛奶和饭菜里下药 还让他产生幻觉 不愧是咱们学校的化学高材生啊 瑞雪娇笑道 哈哈 李一鹤一手抱住他 嘿 亏了你每天的滴水声 还不都是你那天 躲在角落里扮鬼 给猝猝致命一击嘛 才使他疯掉的 我没有在角落里扮鬼 而且 什么滴水声啊 我仅仅是在那天晚上 躲在床底下吓唬他一下 瑞雪不解的看着他 那还有谁啊 李一鹤也疑惑了 不考 二人脸色七七一变 不约而同的 同时奔向了门边 却发现门不知道为什么 被锁上了 根本打不开 阴间的回信 那是1984年的十月间 红红的妈妈 被查出患了癌症 那时红红才十岁 刚刚上四年级 爸爸花进了家中的积蓄 动了手术 可依然呢 是时好是坏 嫁在浙江的姐姐赶来看妈妈 当年因为家里条件差 姐姐没读多少书 后来嫁人了 婆家的人都很迷信 时间一长 她也就跟着信了 姐姐回了娘家以后 见到面黄肌瘦的妈妈 已经卧床不起 急忙帮妈妈去邻村 问神求药 最后回来告诉爸爸 神说 我家没有鬼 是妈妈的寿命到了 什么药都无法医好妈妈的病 神还说了 妈妈呢 会去阴间报道 最多只能过完这个年就走 红红睁大眼睛 听着姐姐说的话 眼泪突突的就涌了出来 红红的爸爸呢 年轻的时候当过兵 他不信鬼神之类的 大女儿去问神求医 他本想阻止的 但这毕竟是女儿的一片孝心 说不定啊 给妈妈带来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死马当火满意吧 所以呢 也就没有阻拦 对大女儿去问神之后 传来的结果 也并没有在意 其实老伴患了癌症 这周围村庄的人早就听说了 这神是专门骗人的职业 摸清了家底的本领 真是神通广大的 过了三个月 也就是刚过年 妈妈还是撇下了 刚十一岁的红红就走了 想到自己啊 受人欺负或者委屈 妈妈都上来保护他 可如今他怎么能接受 妈妈要离开自己去阴间呢 就在凌晨两点 妈妈松开双手那会儿 红红就紧紧地抱着妈妈 那瘦的皮包骨头的头 哭得呀 叫着不愿意放手 红红的爸爸也很难过 人死不能复生 如都为安吧 爸爸劝道红红 但红红仍旧不愿意 离开自己的妈妈 等到出病时 红红还是抱着妈妈不松手 最后姐姐走到红红身边 严肃地告诉她 世间过一天 阴间就是一年 你快放手让妈妈去阴间报到吧 不然的话 妈妈的身体还在家里 灵魂去了阴间会受大刑的 你忍心妈妈到了阴间 还要受苦受罪吗 红红想想 姐姐问神呢 神说妈妈医治不好 过完年就会走的 果然是真的 她觉得神的话真准 姐姐的话是跟神说的一样的 于是呢 便放了手了 葬礼以后 姐姐和大家买了好多纸钱 衣服 车子等等 给妈妈去烧 红红问姐姐 这些东西 妈妈在阴间能收到吗 当然能了 只要上了乡 阴间就能收到市场的信号 妈妈就收了去了 红红深深地记住了 妈妈去了阴间 但还是可以与她联系的 后来姐姐回了浙江了 红红却想了妈妈 她整天精神恍惚 不思茶饭 沉默寡言 坐在学校听课 心不在焉 做也不想做 要么呢 就是做错了 成绩是明显下跌 老师就严肃地批评了红红 红红就会呢 马上跑去妈妈的坟头上哭 晚上还常常在梦中 哭着叫妈妈 这红红的情绪是越来越低 心里一直在唱着那首 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 出了每个星期天去妈妈的坟前一次 其余的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老师见红红 常常玩不成作业 但总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 待老师走近她 她就藏起纸张来 老师又不敢强行看她的秘密 看见红红的反常行为 老师很是担心 他刺激到红红 带来不良后果 于是就找到红红的爸爸 反映了红红在学校的情况 听了老师的话 红红的爸爸很是难过 其实他也发现 女儿的不正常了 这么长时间不但没有接受失去妈妈的现实 反而还会有越来越异常的表现 她一直心疼不已 怕女儿出什么问题 女儿跟妈妈一起相处习惯了 自己对她说的话呢 还又不听 特别是现在 她连女儿再想些什么都了解不到 哎呀 该怎么做 才能使女儿重新振作起来呢 星期六早上 红红的房间里 灯早就亮了起来 红红的爸爸 起来喂猪 透过玻璃窗 看见女儿 趴在桌子上 一会儿沉思 一会儿伤心的哭泣 一会儿又奋鼻急疏 女儿写些什么呢 红红的爸爸 就想起来什么 她故意把猪圈门打开 让小猪跑出很远 然后大叫着 叫红红去帮忙赶猪进圈 红红听得生急 来不及收藏桌上的纸张 就急忙追着小猪去了 红红的爸爸 趁机来到红红的房间 一看 只见桌上放着箱纸 还有几个信封 信封上写的地址全是 寄给阴间 王宿英妈妈收 爸爸拿起 红红桌上那张 未写完的信一看 原来信上这么写道 亲爱的妈妈 你去阴间快四个月了 我寄给你有将近二十封信了 你为什么不回信呢 姐姐对爸爸说 问神的话 我相信是真的 你果然吃药没用 刚过万年就去了阴间 你在阴间受苦了吗 姐姐说 我们烧给你的东西 你真的能收到的 所以他们都拼命地给你买 可是 我烧给你这么多信 为什么不回呢 哪怕是一封信呢 妈妈 如果我这次烧给你 你依然不回信 我敢断定你一定在受苦受罪 那我就到阴间去救你 你等着我来 红红的爸爸看到这里 才知道 小小年纪 竟然中了迷信的毒了 只怪自己当初没有阻止 并反驳大女儿 差点让女儿拒成大错 他真是后悔不已 怪不得红红星期天呢 都要去妈妈的坟上 望着桌上的箱纸 红红的爸爸沉思一会儿 看来三言两语 是很难把他说服过来的 看来只能以毒攻毒了 之后呢 他匆匆离开了红红的房间 第二天 红红来到妈妈的坟头 他带了妈妈平时喜欢吃的 甜酒酿 点完箱纸 烧了信以后 学着大人的样子 后退两步 刚好站在一块青石板上 石板下 好像搁着了一块圆石头 让他踩着七窖板似的 身子摇晃了几下 只好又后退一步 双脚离开石板后 跪下拜了拜 刚站直想离开时 突然从石板下面 爬出一只很大的蛤蟆 这倒不奇怪 天气闷热的时候 红红常常看到这种动物 可是这只蛤蟆很稀奇 这背上呢 还背了一张长长的黄纸条 红红从蛤蟆背上将纸拿了下来 打开一看 原来呢 是一张用明纸写的信 信是铅笔写的 那字呢 歪歪扭扭的 还有错别字 红红便认真地看了起来 红红 我的好女儿 妈妈在阴间过得很好 倒是你不懂事 让我可能会受苦受罪 还可能被下油锅呢 你不安心读书 不听老师和你爸的话 不懂得照顾自己和你爸爸 还想来找我 你怎么这么傻呢 你的一切我在阴间都是知道的 你不能光记着我 我以后不会再给你回信了 记住 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给你回信的事 只要你过得开心 我在阴间才能过得好 看完信 红红想到了妈妈曾经对她说过 她上过一些日子的夜学 因为白天要干活 晚上才有空 是妈妈的回信 我不要妈妈受苦 我要妈妈过得好 我要听爸爸的话 红红拿着信 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还把妈妈的信给锁了起来 只有受了委屈 或者太想妈妈的时候 才偷偷拿出来看看 她下定决心 从现在开始 要尽量地按照妈妈妈的吩咐去做 从此以后 红红开始认真地读书 按时完成作业 还学会了照顾爸爸 也愿意听爸爸的话了 最高兴的是 大家又能听到 她小鸟般欢乐的歌声了 红红的爸爸 见女儿重新找回了快乐 心中啊 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 红红的爸爸急忙去了浙江 他用好多好多话 去找大女儿谈谈 最重要的是 让大女儿 要远离迷信 不然呢 会害人害己的 之后 他又主动去找了 红红的班主任 做了交流 红红的成绩上去了 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 又回来了 她上了初中 那封阴间的回信 一直伴随着她考上大学 后来 她当了一名省医院的护士 受高等教育的红红 难道不明白 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是人生中 残酷的现实吗 她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 照顾到她的爸爸离世 她始终没向任何人提起那封阴间的回信 她知道 因为爸爸当年的用心良苦 才让自己走出了迷雾 终有了今天的成就 好了 这就是我为你讲的 阴间的回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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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